好 其实法律人它有它的优点 比如说它是逻辑比较清晰 或是说它理性胜于感性 但是现在很多法律人 像我自己本身 我后来也去进修了企业管理 所以我觉得很多法律人 它其实有多方面的面向 所以不见得是法律人问题 但是我觉得台湾应该要 新经济 台湾这20年来 经济的确没有成长 我觉得这是一个 大家不可以忽视的事实 所以我觉得韩市长他是好意 去提醒认为说 台湾应该要重经济 重民生 比韩政治来得重要一些 但是在马总统的状况的时候 我觉得有点不一样 要听马总统讲一些话 他那时候碰到很多欧债的危机 大家知道 两半兄弟 包括百年的一些金融危机 造成了他经济的平均整个 涨幅不够高 可是马总统一样 把它维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准 我认为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 也许国民党一直认为自己做得很好 但很明显人民感受不到 所以才会在2014的时候 2016郑国民党大败 换成民党上来 可是很明显的民党上来之后 带来给我们国民的是什么 是失望 更大的失望 因为他期望很大 所以非常失望 回到 但是这跟台大法律系 到底有没有关系 台大法律系的关系是 因为我考不到 所以我无法去 来进行 我们要回答法律系的问题 所以选东湖英文的会比较好吗 这代表也是不错 我觉得这是刚刚讲的 这到底有什么关系啊 因为他想要求改变 因为他认为法律人是一个比较 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 因为就是法律字眼 公就是公 私就是私 黑白是很分明的 但在黑白很分明的情况下 是不适合来治国 这个需要时间来讨厌 很明显的经历了这三任的总统 可能人民觉得不适合了 因为台湾的经济各方面 的确是没有成长比较好